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就在校园书房的书架上看到您写的关于新讲道学的这本书 然后我第一次翻开来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艳 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跟老师跟院长来聊聊这个话题 OK 那院长我也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你是你的整个的服饰的旅程 跟你是怎么会走到在神学院教讲道学 或者甚至是你的研究在研究讲道学的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整个旅程 OK 其实我在 我从小是在淡水长老教会长大 也是马街在北台湾设立的第一间教会 那我其实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所以从小 其实在阿嬷 妈妈的带领之下 其实教会生活就是成为一种 我从小 都是很习惯的一个信仰经验 但是我自己生命 如果说我生命经历重生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特别在17岁的那一年 在一次很平常的主日礼拜当中 那当然之前是有经过 就是都是在教会固定的参加礼拜 甚至教儿童主日学服事 但是在17岁的一天 在一般的主日礼拜当中 我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就是坐在台下听到 我们的母会牧师在分享 当初他怎么被上帝呼召 感受到有一股 从上而来的 我不断的流泪 那时候在高中的时期 我也在思考 我人生未来要做什么 那我很清楚 我跟神说 神如果你这么爱我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觉得当下 我认为当牧师是一件我最羡慕的事 我觉得可以存时间 对 那所以就这样 我就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马上 就是迫不及待 从高中一直在 等 就是能够进到审学院读书 所以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考台湾神学院 所以我其实 当时我印象中是 我们班上将近30位的同学 我是当中两位最年轻的 就是大学一毕业就来读神学院 那神学院读完三年 到说之后 我首先回到我自己的母会 去当第三位的团队的牧师 我主要的工作是做教育传道 你知道淡水有好多的大学生 所以我当时主要的是在淡大 那或是说当时 所谓的真理大学 所以我们就是在 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大学生的校园工作 然后对内的话 其实是在做教育 就是训练主日学的老师 但是我一年之后 因为团队主任牧师 决定他的护照到一个段落 后来我离开了我母会 做团队 我自己到台北的一间 教会去独立牧会 所以在那两年的独立牧会当中 我之后也案例成为牧师 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回台神 参加一个马接讲座 那当年那个马接讲座是 邀请Princeton Osmer 他是一个基督教宗教 对Osmer Rich Osmer 对Rich Osmer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在神学院当学生的时候 读过他的书 所以那时候 他来的时候很兴奋 去参加那个讲座 那时候我已经预备 要独立牧会 到第二间教会去 那在那个讲座当中 可能就是问了他几个问题 那他觉得 在休息时间 他希望 他跟一位老师说 学生学院老师说 他想认识 刚刚问问题 那个人是谁 那 那一间年的时候 你到底问了什么问题 我也忘记了 我只知道 他是一个基督教教育 那问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我说 你有没有要考虑来国外读书 我说没有 我要去募会 那我记得我其实 当初现身要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完全无法想象 我要做什么 我只想说 我想要服侍神 我还记得那时候 到神学院 interview 有位老师说 你是要当牧师娘吗 对 就认住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的整个历程 就是说 从牧会 那两年的牧会生活 从配搭到 我每个礼拜 都要自己讲道 而且都要准备 两到三篇的讲道 那那个 从Osma教授来的邀请 其实我 放了一年 一直到 有一天 突然介绍我的这些 这位神学院老师 高天翔老师 他其实是 已经过世了 是我们当时 台神的 宗教教育 基督教教育的老师 有一天突然问我说 你有没有跟Dr Osma联系啊 我说没有耶 牧会太忙 因为独立 所以在那时候 老师听了很不高兴啊 他觉得说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把它当做 好像对 所以我觉得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回应 后来走到神学教育 都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是老师 然后问我 然后认为说 我可以走这条路 那我 我其实是一个乖学生 只要老师 念我 然后提点 我就会认真去想这件事 所以那次 跟老师谈完之后 我就开始祷告 那后来觉得说 我也跟 教会的小会员讲 我有这样的预备 我蛮感谢神 小会员们 他们 愿意祝福 所以我同时 幕会 我告诉他们说 我要开始预备 考托福等等 就是这样一路 然后所以我 幕会三年后 我就去 Princeton 那Princeton 读我的神说 但是我那时候的兴趣 不是在基督教教育 我神说读的是 幕会学 所以那时候 是Congregational Ministry 那也是在幕会学 本来想说读了一年 我就要回台湾 继续幕会 但是没想到 我快毕业的时候 先后有两位 Princeton的教授 问我说 我又要继续读 我又来了 我就说没有 我要回去幕会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邀请 我觉得 我就开始祷告 那那时候在 思考的当中 我其实在 学幕会学的时候 有两条路线 是我很感兴趣 一个是宣教学 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很想当宣教师 那时候一直读 戴德森的故事 然后就在大学的时候 很受感动 我曾经跟戴继中院长 讲这件事 对 那另外一条线 是我从来没想过 就是讲道学 那我就很讶异说 去到Princeton才发现说 哇原来讲道学 是一门学问 我每天在神学院 因为没有专任的 讲道学老师 所以我就 在读幕会学的 神授那一年 我其实有好几个课 好几个课是修讲道学 那我觉得在讲道学的 领域当中 到一个程度 我其实心中有一种 感动跟冲动说 讲道学 居然是一门学问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把它带进 台湾的神学教育界 或是华人 因为我们觉得过去 我学讲道学 就是一位很资深 会讲道被公认 会不会讲道的牧者 到神学院来分享 然后最后期末 每个人上台讲一篇道 那这位牧师 老牧师就给你一些建议 但是去到Princeton 我才意识到说 其实这是一门学问 所以我那时候 也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想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读 有机会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学问 能够带回来 但是当时其实都 没有办法想很远 所以我想 踏上讲道学 这条路 其实是转了好多弯 但是就是一路走 走上 对 是 虽然老师 院长刚才讲到说 转了很多弯 但是我刚才听起来的时候 却有一个很特别的巧合 因为你提到 你在17岁听讲道的时候 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对 然后绕了一圈 上帝带你读讲道学 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 其实作为老师 真的可以在学生生命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提到好多个不同的老师 他在不同的时候 问你的问题 可能都跟你当时 原本想的方向不太一样 对 可是很多时候 上帝却透过这些长辈 的不经意的一句话 或者是出于关心的一个鼓励 就让我们的人生走上一条 我们曾经不曾想过的路 所以我听的时候 其实蛮感动的 那包括你刚才讲到说 对这个宣教学的负担 其实偷偷跟院长讲 也不是偷偷啦 因为Podcast就播放出去 你也想当宣教师吗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是被呼召 我可能将来就是当宣教师 然后我那个时候 心中的这个 这个Spiritual Hero 就是戴德森 真的是戴德森 真的真的 然后我家里还有一本 那你一定是读戴德森 跟玛丽娅的故事 对不对 那也是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 戴季中院长的父亲 戴绍珍牧师 送我爸爸的 一本戴德森的自传 然后我17岁的时候 在读他的自传 读到戴绍珍院长签名的那一页 被我的泪水给浸到 整个就是字都模糊了 真的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真的 所以你刚才听到 讲到宣教 Huston Taylor的时候 哇 我心里面也是很激动 哇 谢谢你跟我分享 我没想到我们曾经有那一段 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是是是 对 对 但是讲到讲道学 特别是 其实很多人提到 蔡院长 讲到的就是新讲道学 OK 那当然很多时候 因为可能院长是第一个 在华人教会当中 有系统的写一本书 在谈新讲道学 并且在整个 华人的神学教育当中 开始教导这方面的 开始有这样的教导 那可不可以请院长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新讲道学 而且既然它叫新讲道学 那是不是有个 所谓的旧讲道学呢 对对对 是是是 我先说 其实 我的那本教科书 我现在如果能够重写 我觉得会更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诗 我一直觉得 如果要改变一个世代的 神学教育 一定要先从教科书着手 所以我那时候 刚从美国回来 发现没有教科书可用 其实教学是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 但是那个是在算 比较早期 但是那只能说 尽其所能的 将自己认为 还可以带给神学生 那所谓的新讲道学 其实 讲道学 这个新讲道学 我会称它是一个运动 那它的运动 就像你看教会历史当中 许多的运动 虽然你会说是 在哪一个时间点 但是常常这样的运动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 好比说宗教改革 我们虽然说1517 马丁路德 张帖95条大纲 但是其实你看整个教会历史 从中世纪末 那种想改革的声 呼声是不断的 那这个讲道学运动 我们一般把它定义到 1970年代 那其实它 它是有好多股力量 有圣经的 因为讲道学 其实是集所有神学教育 之大臣整合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任何一个学科 它的改变 它的更新 其实都会带来讲道的影响 它除了圣经学 除了神学 好比说重新去 意识到自由神学 对北美教会讲台的影响 而重新有一股回归 其实这是从巴特 或是说比巴特更早 一位苏格兰的神学家 Forsay都开始 这种回归到福音神学 所以也包括所谓的 当代沟通学 大家对当代沟通学 有一种新的理解 对沟通什么是沟通 而听众变成是很重要 那这个背后还不可忽略 还包括像礼拜学 你如果看天主教的礼拜运动 在1962、63年 第二次饭二会议之后 所以一个新讲道学 我会觉得说 它其实好像就是汇集 一段长时间不同的 学术领域的更新 运动之后会酿成 那如果用讲道学来讲 好比说我常常 喜欢提的四页讲章的 这个理论的 提出的Paul Scott Wilson 他就说 其实新讲道学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神学运动 那其实他在讲什么 这个神学运动 特别是讲的是 重新恢复到福音的重要性 那所以我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谈 因为常常讲道心 讲道学 那他一定是对等就讲道学 但是这个就指的是 他所兴起的时代背景 60年代 70年代的北美的状况 当时我们如果了解 美国近代史 你会发现那是一段 非常动荡不安 你从黑人 真人权的运动 所带动的 甚至各种社会的议题 不管是之后所带动的 女性的争取 她们的女权 或是说各种 举例来讲 像堕胎 同性恋 或是说各种社会议题 甚至像反战 怎样的 这样整个一个动荡不安的当中 其实当时的讲台 是有所危机的 我们常说 当社会议题很多的时候 讲台几乎都在讲 处理这些议题 而处理这些议题 背后 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影响 我们常说是 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的影响 而这样的一个影响 常常会 在讲台带出 两个东西不见了 一个是 圣经不见了 就是说 当你把所有的焦点 都放在社会议题 而呼吁人们要去参与 在社会世界的改革 甚至主张 人靠着人的努力 可以在地上建立 上帝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时神学家 圣经学者 讲道学者 关注的是 好像圣经 已经不再讲台重要了 那也为什么 在那个时代 会有一些的 圣经学者 重新说 我们要恢复 以圣经为根据的讲道 biblical preach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那第二个 当圣经不见的时候 福音也会不见 福音 说穿了 我觉得 讲道 新讲道学 是一股福音 神学运动 指的是 重新回到 讲道 要宣讲福音 福音说穿了 就是你要把 上帝做什么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应讯 那他相对的一个概念 就是律法 人做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 它是一个神学运动 是因为发现 好多的讲台 在这种 社会动荡不安当中 已经变成一种 都叫人去做 所以 有一个讲道学者 甚至说 几乎我们应该是讲台 应该是要讲福音的 但是 一群传道人 都变成是律法的代言人 因为我们把 人不可能做的 一直叫人去做 所以我想 这股运动 我喜欢从神学来开始 它是一股神学 以及圣经的运动 重新把圣经 跟上帝放回讲台的中心 那之后才会讲到说 各种不同的理论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始的话 我觉得很容易以为 它只是一股在花俏 各种的理论而已 其实不是的 它本质是一个 圣学跟圣经运动 对 谢谢院长先帮我们厘清 他的缘起 跟他在回应的是什么 而不是立刻的跳到 不同的新党道学的方法 跟技巧上面 其实刚刚院长提到的时候 当年60年代 北美的处境 跟相对于今天 也非常的像 在华人教会当中 全球的处境当中 其实我们都在一个 非常动荡的世界 那的确 我觉得作为一个讲道者 我们或者作为一个听道者 很多时候也希望 讲台的人 能够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 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做法 能够可能就是更安稳 或者是保住平安 或者是用属灵的讲法 就是活在上帝的保护当中 但是无形当中 当我们好像过度的强调 人要做什么的时候 好像上帝变成一个背景 甚至我们所宣讲的内容 只是好的建议 而不是所谓的好的消息 那其实我还想 还等一下想请老师 再多谈这些 延伸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流派 但是可能刚才听到这里 我有一个想问的就是说 这是1960年代 70年代 在北美处境下 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回应 那老师觉得 相对于今天的华人教会 或者是台湾的教会 你觉得 为什么这个新讲道学的运动 对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 仍旧是有意义的呢 对 我觉得如果撇开他的时代 就像刚刚牧师你所谈的 我们现在面对的时代 其实你会发现说 历史真的有时候看 你会发现 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 我们其实现在新面对 你看现在好像历史又重演 你看现在在北美的政治情况 你看堕胎的议题又重现 虽然 那甚至多了像种族的议题等等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的社会动荡不安 似乎让我们看到 甚至多了一个是 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是 疫情COVID-19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不仅是在华人或台湾 其实整个世界的局势 我觉得这几年来 战争依然 种族的议题 或是我们刚刚说 各种社会相关的议题 贫富不均的议题 或是我觉得教会在面对的 如果我甚至会觉得 离当时的60年代70年代 没有太远 那为什么他还是因为 我必须说 我自己回来台湾教书 现在是第14年 我们的讲台 我们的讲台 在很多的时候 会不会也在一股又一股 强调教会增长 强调教会要复兴的潮流当中 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担心 会不会我们太多人的工作 而把上帝的工作 视为 或是说 有时候我觉得 他还是值得现在的华人 或台湾教会的传道人来思考 到底圣经 你在讲台上是怎么使用的 还有神学 我们还传讲福音吗 还是我们比较多的是 道德论 道德的劝说 或是 牧者个人的人生哲学分享 所以我有时候还是觉得说 有时候如果我们 把今天的台湾讲台 在做一点点更 仔细的检验的时候 好像我们也在面对 同样的挑战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观察 对 谢谢院长 那当我们继续往下谈的时候 就是说 那好 那我们 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 而且的确非常的重要 因为 如果讲台不讲上帝的作为 如果讲台不讲福音 坦白讲 这根据外面去听一场 关于世界趋势的演讲 怎么建立 幸福的婚姻关系 怎么去交朋友 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 真的 真的 对 那具体来讲 刚刚院长也提到说 包括我们怎么样 在讲道当中来 引用圣经 使用圣经 对 那院长可不可以 就跟我们介绍一下 新讲道学的 不同的一些流派 而且你觉得说 是对今天的华人教会 在 因为每个主日 每个教会都有讲到嘛 是 那听这个 使命门徒Podcast的听众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 他们就是那个 站讲台的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具体来讲 那道理 道理这些策略或做法 大概是 有哪一些 可以跟我们参考的 我刚刚讲的是本职 就是说新讲道学 其实是一个神学运动 但是我们就从 一般讲道学来讲说 构成讲道 有两个基本的元素 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形式 所以内容就包括说 你怎么样的处理圣经 你怎么样的诠释圣经 你有没有把福音 在这段经文当中 上帝他所要揭露的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作为做出来 然后也包括 你的神学是否纯正等等 这个是指讲章的内容 那新讲道学 有另外一个部分 它确实是跟方法相关 就是说 新讲道学特别在各种不同的 学术的影响之下 它会多一点的去 把焦点放在形式 我们英文说 但是这个形式 其实是 不只是讲章的结构 事实上形式 它是在面对的是说 当你已经有 知道你要说什么 讲章的内容的时候 你要找到什么样的方法 把福音找到最对的方法 传递出去 好 那当你在问说 什么是最对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背后是在讲什么 我们的message很好 我想我们在传福音也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很好的 但是福音要传递出去 必须要用对方法 有时候有可能我们用错方法 倒过来 人们会对我们要传递的 message的内容产生 质疑反感 甚至是误解 所以在这样的 那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几个元素 好比说沟通学 沟通学会问说 其实成功的沟通 不是我说什么 而是听众接收到什么讯息 好 所以也因为这样 新讲道学 花很多的时间在讲形式 那当时啊 60年代 70年代的美国 讲台上比较流行的 就是三点式讲道 其实你今天看很多华人的教会 好像也是这样 他已经成为一种典型 那三点式讲道 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 三点式讲道 其实就是一开始开门见山 我就把我的重点告诉你 甚至有时候 题目念出来 几乎信息就出来一半了 然后就是一点两点三点 我证明给你看 然后穿插一些故事例子 让理性感性都兼顾 但是在新讲道学的当中 当他在讲形式的时候 从各种不同的学说 学术的影响举例来讲 圣经学学者会问说 是不是所有的经文都合适用三点式 这有趣咯 诗篇好吗 你会读一篇沙什比亚的诗说 这首诗有三个重点吗 那圣经是一本 非常丰富的文学题材 故事合适吗 你读了一个故事 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听故事 你会发现说故事 好像好的故事不会告诉你说 这个故事有一点两点三点重点 所以他其实第一个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文学批判学 文学批判学其实对 新讲道学带来很多新的眼光 每一个作者选择这种文学体材 每一种文学体材都有他的游戏规则 诗篇有诗篇的游戏规则 故事有故事的游戏规则 那天启文学有天启 书信有书信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处理的 其实形式不是这么简单说 他只是不同的派别论别 而是说什么样的经文 你合适用什么样的容器来承载它 好让它能够让你把你要传递的内容 message做最好的传递 所以我想这个形式 那我常常喜欢用容器来做比喻 好比说我手边有一个杯子 这是我喝咖啡喝茶 但是如果你的厨房里面 你的杯子只有一个 就是说你喝红酒也用同一个杯子 你喝咖啡也用同一个杯子 喝尾乳也同一个杯子 你说都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找到对的容器 当你先决定我要喝什么的时候 你找到对的容器来承载它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种美 相得益彰 内容会更显出它的美 所以我觉得讲道学者在处理形式的时候 其实比较多的是在沟通修辞 还有在对经文的处理上 你不得不 你一定要列入考量 那在这样的派别当中 我觉得其实 另外一个新讲道学很看重的是 听众在讲道当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 那这个就可以多一点来对话 所谓的旧讲道学 我们常常可以想象的是 牧者好像是唯一知道真理的人 那我们觉得牧者好像是拥有 所有的权威 那这个其实会表达在一个牧者 他讲道的论述方式 表达在他的用语 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声音 讲道变成好像是一种 牧者高高在上 上对下 那以至于六零年代 我们如果用当代文化来讲 他也是开始后现代的开始 那后现代的人 当中一个特质 就是对权威已经开始反感 所以新讲道学 七零年代常常被认为 一个新讲道学的始祖 菲拉达他写了一本 他本身是圣经学老师 但是写的这本书成为 新讲道学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他的书名叫做 As one without authority 就像一个没有权威权柄的人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 讲道还有讲道者 就像一个没有权威权柄的 那这个在讲什么 过去这种上对下 好像是教导式的讲道方式 他开始在思考 在后现代的当中 人们作为一个听众 他其实想要更多的 被邀请参与在 这个讲道的旅程 所以 这个讲道的旅程指的是 我不是被动的坐在这里 接收讲道者 你给我一个命题 你给我的结论 而是我可以被邀请参与 在这场讲道的旅程当中 你带领听众一起去探索 莫泽你当初在跟这段新闻 摔跤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的 而不是只有把结论告诉我 那这个是非常后现代人的特质 就是说我想要participate 我想要参与 那这个Freyquadda说 其实这个是因为论述的关系 我刚才讲三点是讲道法 就是如果用逻辑 用哲学逻辑来讲 它是一种演绎法 我一开始就把结论告诉你 然后一点两点三点 证明给你看 我是怎么样的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有另外一种是心讲道学 特别Freyquadda说 更能够邀请会众参与的是 归纳式的论述方式 inductive 换句话说 我一开始我没有告诉你结论 我知道结论 但是我延后结论 在我讲道中的出现 但是这个旅程 我透过设计 我透过安排 那一步一步的带领你 到最后的目的地 所以我想 心讲道学 可以说是重新对旧讲道学的 这种沟通方式 特别在后现代文化之下 所提出的一种的反思跟反动 对 是 哇 谢谢院长 因为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 第一个是对形式的看重 那包括一下沟通选择 迈克鲁汉 他也讲到说 其实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我们沟通的管道 它本身就在传达一些信息了 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 这个信息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去想 什么样的管道 喜诗的方式 还是以这个故事的方式 narrative的方式 还是用三点讲道 逻辑演义的方式 对 那第二个 院长也提到说 其实 过去很看重的是 讲道者 这个人 他讲的内容 但是现在很看重的是 听众他的参与 那也让我想到 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 万里豪牧师 他有一次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问他说 Hey Peter 你讲道的秘诀是什么 他 他很谦卑 他就说 我不知道秘诀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我常在想的 他说 传统的讲道 常常是在告诉别人 You should 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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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他表达方式的时候 他施子则去引起 听众的共鸣是 Me too 我也是 讲到彼得的时候 我也是 彼得会这个人 我也是 然后很自然的 就带他进入到 这个经文的脉络当中 然后去看到 那上帝对于这样的处境 上帝有什么话要说 上帝有什么作为要做 对 我很 我很谢谢你提万利豪牧师Peter的这一个对讲道的 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 嘉皇牧师讲道也很棒 我记得你上次来台神的时候 我们师生们非常感动 我觉得其实讲道学很有趣 你本身也是读实践神学 实践神学有些东西说 我们其实在做的当中 我们有 领悟一些东西 我们只是没有把它用理论 其实你在讲的这个 其实也是新讲道学 他重新在思考说 你讲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果讲道的目的 我只是要教导的话 这是我们平常过去就讲道学 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对理解 就是说 甚至讲道被污名化 你看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青少年会跟父母说 Don't preach to me 你不要再对我 我们会觉得 然后日文的讲道叫说教 汉字叫 说教 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去的讲道 可能也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 我们定义说讲道的目的就是教导 我觉得这是很多传统老 以被我们对讲道的理解 那如果是教导 我就是一个老师啊 你就是学生啊 那你就是被动的接受 我给你的这些的东西 但是新讲道学在问一个问题 讲道是教导而已吗 不止 讲道是为了要转化人的生命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 这是讲道要转化人的生命 一定是因为他从说讲道是要宣讲福音吗 那我们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 power 那任何的能力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会有改变的 他不会只是说只是一个information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新讲道学带来一个重新对就讲道学的修正跟反思是说讲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是转化生命的时候 这个转化生命不只是听众 也包括讲道者 那如果讲道者如果在准备的讲章当中没有进到这个经文的世界去经历这个话语所带来的转化 就很难带出同样的转化在一个礼拜的讲道的事件当中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万里豪牧师Peter牧师讲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就是很新讲道学重新对讲道的认识 我觉得这个是跟就讲道学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是是 其实我后面还预备了好几个问题 但是讲到这我们时间已经用完大部分了 但是我自己真的很兴奋 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兴趣的话 非常推荐蔡老师蔡院长写的这本当代基督教讲道学 是2011年校园出版的 我觉得里面有很详细的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小时其实很有限 可是里面有很详细的一些内容 包括在介绍新讲道学跟不同的流派 那接下来我想要switchgear一下换档 就是说 老师刚刚讲到新讲道学的 缘起跟他在回应的 也讲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跟传统讲道学 可能焦点有两个不太一样 一个是讲形式 一个是看到听众的角色跟参与 那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 其实因为过去很多时候讲到讲台 我们想到都是男性的这个preaching figure 其实第一个我蛮惊讶的是 刚刚老师在提到你17岁被感动的时候 要服侍上帝的时候 你就想到要做牧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长老教会 台湾长老教会的这个中派本身 就已经很接纳女牧师了 的确很少有女性 在这个感动的时候的第一个想法是做牧师 那对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说老师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 你觉得说 我觉得不只是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 在今天华人教会 可能还是习惯男性讲道为主的这个氛围里面 他的挑战是什么 可是反过来他的优势是什么 因为既然有挑战 也一定有他潜在的优势 上帝造男造女 所以上帝的话语的宣讲 我相信也是给男生也是给女性的 可不可以请老师从过来人的角度可以谈一谈 是是 我很谢谢佳黄牧师刚刚有这样的观察 坦白讲我在17岁被上帝呼召的时候 我非常的羡慕做牧师 当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 第一个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没有女牧师 这样的角色在我生命当中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的教会都是男性牧师 但是当我17岁被上帝呼召的时候 我的母会教会没有女牧师 但是我的宗派里面确实有一些女牧师 虽然是当时是比较20多年前 她是比较少数 但是确实台湾长老教会 其实是有案例女牧师的 那女牧师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决定来讲好了 现在全世界各地大多数的教会 其实女性徒是比男性徒多 那你就可以想象 来读神学院的女同学也比男同学多 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神学院 这几年来的实况 而且是多很多 那这几年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很高兴 是读道朔的姐妹是越来越多 比男性多 那姑且不论说我们预备好了没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实况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北美读书 接受北美的讲道学训练 但是我也很讶异 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说 西方的教会可能在这个议题上会更开放 但是也不见得 我觉得西方的女传道们 女牧师们也经历过一段很辛苦的历史 那我觉得在华人的教会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位女牧师 第一个我们可能从小 许多的女传道人被呼召 跟我一样 我没有所谓的讲道母亲 我只有讲道父亲 所以我们很多早期的女牧师 我们的讲道会比较像男性 甚至中性 这是不可讳言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role model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比较辛苦的去揣摩 一个女性讲道者 她又要担任带领一个会众的时候 那是像什么样的样子 可能在各行各业 都已经有许多的女主管了 但是在教会的处境当中 她是一段女性 她必须去揣摩 甚至在这股女性讲道 主题的研究当中 她们喜欢用一个表达说 女性必须去找回 找到属于自己的讲道声音 把声音当作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声音 我过去有不同的机会 在不同的教派神学院教讲道学 我也真的有感受到 在许多的教派当中 她们对案例女牧师到现在 就像佳化牧师说的 还是没有开放的 那我也在不同的场合 看到许多女性传道人的眼泪 她们真的感受到上帝 呼召她们要成为一位 上帝话语的仆人 但是教会好像还没有预备好 去接受这个讲道的声音 所以我想声音作为一个比喻 是北美从1960年代70年代 我相信这个比喻 声音作为一个比喻 很传神的 道出说整个基督教教会的历史 我们甚至有新约的圣经背书 或是旧约 说女性在教会中当安静 那这样的整个的教会传统2000年 不同的传统怎么样的去理解 跟诠释这样的一个经文 然后在2000年教会历史的当中 不要忘记确实有女性的讲道者 只是她们的名字 她们的影响力可能被掩盖下来 我们说历史是history his story her story就不见了 我记得我一次教讲道的历史 然后我也 我连我自己女性我也会犯 我也被我的神学生提醒 我有一次教讲道的历史 然后我就是按西方写的教科书 把这些伟大的讲道 讲道者名字列出来 就有一位女同学 女神学生问我说 此文老师为什么都没有女性呢 所以我觉得说整个的教会历史 这股讲道的声音被埋没的时候 我觉得好多工作都可做 重新的去记录这些女性的讲道 奋斗史 然后讲道的声音要被找到 那我觉得我会期待看到台湾的教会 未来在不同的教派当中 怎么样的也能够去欣赏 而且去鼓励 这一股女性的讲道声音 那我其实会发现 女性的特质 本来我认为教会本来就是 男不能 不能没有女 女不能没有男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两种声音都是很重要 我常常笑说 我们常常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教会是上帝的家 但是这个家好像我们都是单亲家庭 单亲只有爸爸 好像没有妈妈 那我觉得几年前有出了一本书 说为什么要Oden Women 他说其实一个孩童 他们做研究 如果一个孩童成长过程当中 同样有男性女性的教会 领导者的时候 这样的孩童长大 他的整体的发展是比较健全 他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 而且懂得怎么样的去对待 另外一个不同性别的群体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希望看的是 能不能从福音的角度 就像加化牧师说的 上帝造男也造女 而且重点是 上帝的呼召 而不是因为性别 而限制了上帝的主权跟呼召的时候 教会未来怎么样也能够让一群真的感受到 被呼召是要做上帝话语仆人的姐妹们 他们的讲道声音也能够被听见 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未来神学院在这点上能够突破 而且教会也能够跟进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看到一个在福音转化下的教会跟神学院 我们重新的恢复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是 谢谢院长 因为今天我们讲道讲道讲道 但是在新约的这个用字 可能就是做先知讲道的 那跟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用来讲讲道的这个字 对 而在旧约我们也看到其实有许多的女先知 也是上帝把话语赐给他们 他们对那个时代来宣讲 好那所以 我觉得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理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旧约新约不同的角度来去分辨 去查验说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的确刚刚院长也提到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一个成长的背景当中 没有一个role model的时候 的确很辛苦 我自己在回想我是一个男性嘛 所以我学好像这个有很多的role model 我都发现即便作为一个男性 有这么多的男性的讲道者的role model 我都还是有很困惑的时期 就是像我当我第一次20岁 第一次讲布道会的时候 我发现哇原来我讲话那么像 我从小听到听到大的这个主任牧师 原来我的很多的用词啊 巴不得 我都是一些这个语助词都非常的像 包括讲到的口气都非常的像 那后来到了北美幕会也发现 被另外的一些人影响 包括陈一豪牧师啊 那包括有一段时间 唐重荣牧师常来台湾 无形当中也会受到唐牧师的影响 或者是有一些啊 比较年轻一代的牧师 都会受到影响 可是连我自己有这么多的role model 有的时候都很困惑 就是I cannot find my own voice 就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找不到 就是我好像我可以在讲台上 演出别人的样子 包括我有段时间很喜欢Tim Keller 凯特牧师的讲道道 但是就是我每一次试着去 效法他讲道的方式的时候 我都是失败收场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天哪我在台上我不知道我是谁 后来我才发现说 真的要找到上帝给你的voice 当然找到自己的voice 可能是有时候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是需要透过模仿 就好像小孩子长大 都是需要透过模仿 可是慢慢慢慢找到自己的voice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的讲道者 尚且这么辛苦 好那刚刚院长提到 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 的确好像在摸手的过程当中 好像这段路可以 这段路会更辛苦一些 但是也很感恩就是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各地的华人教会 其实也慢慢的有不同的女性的讲道者 出现了 那我相信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来说 他们有更多元的点盘 可以去学习 并且在这个当中找到上帝给予 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哇我谢谢嘉华牧师你的这段分享 是的 我们常常讲说 女性找到自己的声音困难 透过你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 也到处说许多男性的讲道者 他可能也在 找自己的声音 我印象好深刻 我从小小时候在听一些牧师 讲道的时候 我印象好深刻 这个牧师台下讲话就不是这样 但是一上台就变成一个 牧师师 是是是 那我一时候才发现说 然后特别加号牧师 你是一个PK 我们最近刚好有一个学生也是PK 我们就发现他的讲道语气 跟他爸爸好像 所以我回应你的问题 说真的 就是说 讲道的声音 有时候我们甚至有 我也曾经怀疑过 说讲道学的老师在短短神学院 一个学期的讲道学 有没有办法教学生 我觉得yes and no 因为我常常觉得一个神学生 他影响他的讲道 更深远的就是 他从小听熟悉的 讲道父亲或母亲 但是我觉得透过你的分享 我非常阿们 因为我觉得 男女传道人都一样 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是一个经过不断的正反合 也因为 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声音 但是在成长的当中 我们又再次的被挑战说 这个不是你 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确实 女性她会更辛苦 因为这个声音要包括这个文化 她能不能接受 第二 这个文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跟期待 那甚至在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女性已经就不太敢表达自己的声音 所以曾经有一个讲道学者 她女性讲道者 我觉得这句话我和阿们 她说对一个女性 传道人 讲道者来讲 如果你可以勇敢的说出你的看法 你的声音的时候 也开始表示你从一个迈向一个成熟的开始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不见得只有女性传道人 当男性的目者也能够不受 我觉得进一步了解男性整个文化家 加注在男性上的期待 科板印象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或者说那种科板印象导致 有些男性他没有办法真的说出他的声音 而他是需要模仿一个 他认为可能是更有魅力 更有说服力 更有权威的声音来借他的声音 做我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男女所面对 牧者所面对的可能是一样 我们这个是一辈子 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探索跟寻找的 对 是 谢谢院长的分享 虽然我还有两题还没问 但我们时间大概没有办法了 但是刚刚院长最后讲到的 最后我也真的觉得说 其实一个很深的提醒 作为一个讲道者 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聆听上帝的声音 以至于在众多的声音当中 我们能够透过聆听彼此的声音 聆听上帝的声音 而找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声音 再次谢谢院长 谢谢院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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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慈伦院长的分享 基督徒在生活当中 花最多时间行动的场域 大概是职场 而在职场这样高压的竞争当中 到底基督徒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实践使命 又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 既不滥用身为基督徒的身份 又能够在职场当中真正的做光作严呢 我想这是许多职场人士心中的疑问 也是许多牧者在牧养职场人时 会被问到的问题 下周我们邀请到现任研发科副总经理的 范明熙博士 一起来诚实地聊聊上述这些议题 以及作为一个职场人 他怎么看福音与成功神学的不同 我们下个周见